皇后娘娘选了花生 麦穗 桃子 苹果 形状的花灯 留下这些吧 宫里的玉兔灯各式各样的 倒是不缺 选完花灯 皇后问起林姨种草药的事 如何想起来要种草药 林姨就将家中下人买卖草药的事说了 我就想起来配置草药 比农物收益好 有些草药相辅相成 种起来既省事又好伺候 皇后娘娘笑道 我倒是听阴雨秋说了忍冬的好处 也准备在锦仁宫外也种一些忍冬 说着又仔细打烂着林姨 大家都喜欢摆弄一些花花草草 我听说有不少命妇在外面开花粉 香露铺子 你倒是喜欢那些味道刺鼻的草药 林姨提起帕子就笑 妾身就是对药理也是不轻的 不过学了皮毛 就是看卖也只是略探病因 并不能开方子 燕先生说我学的都是一些旁门左道 都归是女子嫁了人 否则真的是玄乎济世 恐是有行骗之嫌 屋子里气氛融洽 皇后娘娘拿起茶来喝一口 若说你半点不会 却看得出本宫的病症 林姨微微抬头 有些话似是想说又不敢说 皇后娘娘笑容温和 但说无妨 林姨这才攻身道 娘娘得的是肝气郁节之症 肝煮藏血 多年须眉不畅 不能输血 加上寒气侵体 才有胸内胀痛 舌相薄白 手脚冰冷 不眠多梦 神情俊怠之症 病因好断 调养却不易 要看皇后娘娘 想不想治好身上的病 若是用药断断续续 歇灰一揽 就算治起来也是无用 就像忍冬花 虽然耐阴耐寒性强 也耐干旱 和水湿对土壤要求不多 生命力极强 去终究洗阳光 和温和湿润的环境 只有肥祸身后土壤最佳 才能每年春夏两次出烧 忍冬可以生长不良 也可以生长茂盛 都是活着 却极不相同 说到这里 你仿佛鼓足了勇气 等到明年井人公 忍冬凡胜 娘娘的病 必然也会痊愈 康郡王妃 是将她比作忍冬 是在十分聪明地告诉她 能治好她身上的病 和医者固然有关系 还是要看她 能不能放开郁洁的心 皇后想得有些出神 妾身第一次得见皇后娘娘 和在娘娘千秋叶时 见到的已经不一样了 娘娘气色好多了 妾身才觉得 也许您的病能治好 不管周郎桓说了什么 都是和皇后的病有关 她只要顺着皇后的意思 将实话说出来 既能帮皇后一把 也能澄清自己 妾身不会别的 在观塑上 她还和阴先生学了些 皇后娘娘看见林姨 半赏才到 康郡王妃会得不少 我听说县郡王那里存的医书 也被你借走了 林姨听得这话 眼嘴笑 不怕娘娘笑话 妾身只是胡乱看 胡乱学 闲来无事 康郡药方做做药膳 戏想起来 有些对不住 县郡王爷的藏书 皇后听了林姨的话 眉眼中透着几分深沉 却并没有怒气 好半天才到 听说跟老太爷身子不适 林姨合手 嗯 只怕石不能回乡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皇后露出些不忍的表情 林姨坐了一会儿 依照皇后的意思 功声告退 皇后赏了两匹赎锦给林姨 林姨随着工人 出了景仁宫的大殿 顿时觉得一阵轻松 在景仁宫里 虽然面对的是皇后娘娘 可身边却不知 有多少只眼睛在盯着 他刚才说的话 会一字不差地 传去慈宁宫和养心殿 养心殿里 皇帝正靠在炕上看奏折 很快 请仁宫里的工人来报信 那时忙将他领进了内殿 工人将皇后娘娘 和康郡王妃说的话学了一遍 听到康郡王妃陈氏说的忍东话 皇帝的视线离开了奏折 陈氏没有遮遮掩掩 直接劝说皇后 胆子不小 皇后怎么说 那工人忙到 皇后娘娘只是问了 燕老太爷的病情 康郡王妃说 燕老太爷恐是不能回乡了 之后皇后娘娘赏了康郡王妃两匹书锦 就这样 没有提起正事 只是妇人之间的闲聊 说的最多的 仍旧是皇后的病和简单的医理 从宫外传进来的消息也是一样 康郡王妃忙于看医书 管理中馈 没有向外打听什么正事 在慈宁宫里 听到齐二奶奶说 康郡王妃陈氏说过 治好皇后的病正是好时机 而惊看这句话 康郡王妃陈氏所谓的时机 是皇后愿意放下心结来医病 而不是帮助皇后在宫内宫外扩张权柄 皇帝想着放下手里的奏折 旁边的内侍忙上前服侍皇帝穿靴 皇帝站起身吩咐内侍 去警人宫 内侍传话出去 服侍皇帝上了预念 到了警人宫 皇后娘娘迎了出来 帝后携手进了内殿 警人宫的工人立即忙着摆各种果盘 奉上热腾腾的茶水 皇帝靠在影枕上 微醋眉头 不知在想什么 皇后娘娘只是坐在一旁相陪 好半天 皇帝才抬起头 眼前的皇后比起少年时多了沉稳 虽然不见苍老 可并肩却仿佛有风霜般的颜色 皇帝眼睛微垂 最近宫中有不少传言 皇后却从未在朕面前提起过 皇后微微一笑 就算臣妾不说 皇上早晚也会知晓 哪些话是真 哪些话是假 皇后身居警人宫 是饮有心结 她又何尝不是 皇后母家到底有没有弄权 她比谁都清楚 真正想要窝住大权的人是她 皇后的母家 不过是在背后支持她 当年的事让她重选一次 她也不觉得有什么过错 没有那次惨痛的教训 她也不会韬光养晦 之后顺利亲政 皇上一直念念不忘 当年福建水师的事 否则就不会再在福建兴水师 这些年 臣妾辜负了皇上的苦心 皇后抬起头来看皇帝 皇上 臣妾没想过要搬去昆宁宫 并没想过要顾及皇子在膝下 中宫无子不一定是坏事 这样一来 皇上选储君就可以没有顾及 再说 臣妾是皇后 皇上的哪位皇子不是臣妾之子 皇帝清钻手里的玉牌 朕从来没有怀疑过皇后 中宫无子不是皇后的过错 使朕亏欠了皇后 皇后泪光闪烁 婉然一笑 皇上别这样说 是臣妾年少不懂事 只是从没想过 一转眼竟遗憾了这么多年 中宫无子不一定是坏事 这样一来 皇上选储君时 就可以没有顾及 这话是皇后小产的时候 御医说皇后伤结了根本 日后恐怕不好有孕 她当日大怒 就要处置御医 当时皇后就劝她 从前楚国五皇帝的 臣皇后小产狮子 五皇帝也要处死御医 臣皇后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后来五皇帝果然选了 才得最好的儿子登基 从而有了楚国百年盛世 那时她还安慰皇后 五皇帝的臣皇后身子不好 且怀孕时年纪已经不小了 才会说这样的话 而皇后现在还年轻 等养好了身子 日后有的是机会 皇帝想到这里 温和地看向皇后 让秦天界算个好日子 你就搬去昆宁宫吧 皇后笑道 秦仁宫臣妾住了多年 已经习惯了 皇上让臣妾搬了 臣妾还不适应 臣妾觉得 住在这里挺好 连病都养好了 皇帝听着这话 微微出神 好半天才到 就依你 皇后亲手端茶给皇帝 皇帝道 听说 宗世营那边 今年做了不少别致的花灯 说起花灯 皇后提起把子 眠嘴笑了 我已经将花灯都留下了 皇上也是该瞧瞧 和往年那些个都不一样 别有一番意思 我想以后 每年都挂一些这般的 倒是吉利 说着话 工人将花灯捧了出来 一看就知道 是出自妇人的手笔 略有一些小家子气 不过 不管是达官显贵 还是平民百姓 哪个不是盼着五股丰登 可即便是这样的期盼 又有多少人能有幸享受到 只有家中有田地的 才能期盼罢了 正如长光文奏折上说的一样 很多百姓食不果腹 哪来的银钱交丁税 皇帝心中反乱 站起身来 朕还有事要处理 皇后有些意外 却转念就明白 臣妾送皇上出去 皇帝望着皇后 贤惠的神情 朕晚一些过来用膳 皇后听了这话 脸上浮起笑容 如同刚要展开的母的花 林姨从宫中回来 刚换了衣服 就接到了林双的帖子 林双到了京城 落脚到了广平侯府 不过 宗长一家 想要出去住一个二进院子 宗长一家人的心思 再明白不过 住在广平侯府 怕得罪了 陈二老太的董事 住在董事家里 又怕得罪了广平侯府 和康郡王府 林丹还要寻一门好亲事 宗长家里的郑哥 更要办个好前程 宗长一家来之前 就目的明确 势必会在这两日 租到院子 林写了方简单 回信给林双 让林双早些歇着 明日他便回去 广平侯府看林双 结果 信刚发出去 董家就慌忙 派了人来传消息 董庆生今晚 要来向周十九问安 董家才进京 他们都是姻亲 本不用这样着急 可是董家下人一再强调 董庆生已经准备好了 董庆生心里 仍旧念着周十九 当初的救命之恩 林一只得答应下来 到了下午 林双先坐了马车过来 林一笑着 将林双迎进院子 林一陪着林双 将康郡王符 简单地看了看 林双看到哪里 就说哪里好 尤其是喜欢林一书房里的 春夏秋冬四幅画 好呀 早知道你担心好 去不知能好成这吧 这一画是林一和周十九 一起画的 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本事 林一恐怕林双会叹问 自己倒不好意思 还好林双沉浸在 和林一相见的喜气当中 尚顾不得这些 当下就拉起林一的手 去说话 林双喝了几口茶 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 都和林一说了 在国家都很好 就是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家里长辈很是着急 将附近有名的 金科圣手都请了来 闹得三合线人尽皆知 还以为我真的有什么病 上个月我天魁没来 又不想吃饭 还以为是有喜了 谁知道 郎中诊断又说没有 正好夫君要来经理 婆婆让我一起 跟过来算算心 或许就会好了 林一见过葛家太太 知晓她是个 明世里的婆婆 今天听林双这样说 就笑起来 正好赶上中秋节 正好在街里看花灯 让葛庆生 带着你四处走走 之前来经理 你一个人怎么也不方便 这就是澄清的好处了 只要有夫君跟着 就可以出门 林双说着问林一 在家里听说经理的事 我都提心吊胆的 心里可是佩服你 要是换了旁人 还不下个半死 林一听了就想笑 这可跟我没关系 是男人的正事 我们只要在家里等消息 林双让丫鬟拿出一件 白雕红段李子 紫薇花披风来 我做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还给周姐姐做了一件玄虎的 您儿送去骑驾 上次周郎桓送了林双一件 草绿色装花被子 和一套鹰落头面 林双一直记着这份情谊 林一笑道 自是喜欢 白雕用红段李子 很是漂亮 没有将周郎桓的事 告诉林双 林双不常来经理 和周郎桓 是不会有什么冲突的 两个人这样 平心论交情 相处会比他和周郎桓 要融洽许多 两个人话说到这里 门上婆子来禀告 郡王爷回来了 周十九回来了 跟在后面的就是葛庆生 林一看了林双一眼 不该让姐夫这样客气 林双也没法子 哈 他这个人死心眼 将军王爷当做了恩人 可不是妹夫 恩人是要尊敬的 妹夫则是攀亲戚 林一吩咐厨房 将准备好的小菜板上 葛庆生好不容易来经理 自然要和周十九喝上几杯 林一则笑着看林双 我们不和他们凑热闹 一会儿去我房里吃饭 林双也觉得好 男人的话题 总是和女人的不一样 男人喝酒 总是又豪迈 又增进感情 葛庆生开始 对周十九毕恭毕敬 几杯酒过后 更是对周十九充满了敬意 在酒桌上喝不倒的 才是真男人 葛庆生大大小小饭局 经历了不少 却没有见过周十九这样 将酒当水喝的 两个时辰过后 葛庆生脚下已经亮枪 为了怕丢脸面 葛庆生联盟告辞 林一将林双也送出了门 哪知 在月亮门前到葛庆生 葛庆生就一一 向林一拜了下去 林一吓了一跳 林双急忙道 应该的 整个葛家都是这个意思 林一道 都是自家亲戚 以后千万不要这样了 送走了葛庆生和林双 周十九去套间沐浴出来 林一端了淡茶过去 周十九笑着要薄荷茶 周十九口味如今竟和他一样了 周十九笑道 皇上有意要付我的职了 林一眼前一亮 圆圆今天送的花灯有了作用 否则皇上也不会突然召见我 江天津的事又从头到尾问了一遍 当着我的面又问岳父 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长光文动用粮食的事 岳父只说不知 之前上折子为长光文说话 只是因为长光文在天津百姓心里的确声望很高 而且 几年前岳父和长光文一起进京考祭 岳父知晓长光文当中羞涩 官府里面的袍子比谁的都破旧 进京那几日 长光文也没闲着 一直在问天津的正事 从早忙到晚 一天比一天消瘦 那次考祭 长光文最终病倒了 多亏了岳父照顾 才算将考祭支撑下来 看样子 皇生不止要付周十九职位 更有给长光文一条活路的意思 皇后娘娘最终消除了皇帝心中的芥蒂 能有今天的局面真是不容易 林一想起郑家 那郑阁老呢 周十九摇了摇头 郑阁老已经至世 看样子 有危险的人安然无事 郑阁老和这件事没有直接的关系 却因此受了牵连 这说明什么 林一看下周十九 皇上心里有意 将二王爷记在皇后年的名下 也就是说 皇上现在属意 让二王爷做储君 周十九微笑起来 和世纪 优优独播说明 本来就会被捡过 有危险的人安然无事